小鎮 各位朋友好 這裡是小鎮的生活頻道 在上次的影片當中 有朋友看到這個裝置 那這個裝置叫做太陽能水泵 一個石再一個水 叫做水泵 你搜尋網路 如果要買的話 就太陽能水泵 搜尋就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 吸收太陽能到這邊 驅動馬達 然後把水沖出來 在廣告片中 水是可以沖得這麼高 那實際上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的影片 為大家解答 現在時間是下午5點鐘 這個如果是這個方 傾斜方向的話 水分的好高 如果日震當中用這個 應該是有一點效果啦 對 那 我這個算是 附帶的而已 有 可以沒有可以 剛才就朋友送我 把它拿起來用 好 再示範一次 好 板子有那麼多隻啊 超開心的 好 那麼根據文獻的記載呢 只要溫度升高 水裡面的溶氧量就會降低 在我們戶外缸 溫度升高的時候呢 通常是陽光直接照射的時候 那這邊抵擋一些陽光 也順便製造像瀑布的效果 可以降溫 也製造了水流 可以增加這種氧量 那魚缸不夠大水會不會被噴光 好 太強了 剛好一個朋友來跟我 搖一些孔雀魚 然後 他說這個東西他用不到 我的缸子比較大 我用得到 好 也非常謝謝這位朋友啦 至於貴還是不貴呢 我們這邊的售價 我看了兩家 在那邊的資料 大概是六塊半米金左右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搜尋 去買來試試看 那也不貴啦 我覺得就解答到這裡 非常謝謝各位朋友的收看 小禎的生物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